谁家的宝宝长得这么像米猴桃 还是大号的米猴桃 这是谁家的闺女 别跟着我来 我不是你爹啊 你看你这身子比我都大 还穿个貂皮大衣 咱家可没有那个条件 闺女你快走吧 画面总的这只貌似米猴桃的家伙 就是王启德宝宝 天天吃饱的 没事干 不是睡觉就是下断影 这不趁着爸妈不在家 和几个小伙伴跑出去沾画也朝四处溜的 这边小姐妹在炫耀心买的头花 如何漂亮 那边小兄弟追着海角玩耍 他们看见 躺着睡午觉的海象瞬间来的性情 兄弟们快来看 这里有一块会动的五花柚 海象翻了个大白眼 你才是五花柚 你全家都是五花柚 干啥呢 没看见你大爷在睡午觉吗 一边玩去 哎呀 小屁孩子 搓我屁股干啥 赶紧给我滚走 还死了 海象被这些小调皮闹腾的不行 大号一声爬起来 蠕动着肥缩的身躯 把小几颅的吓跑得远远的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穷孩子在外面玩的 忘记了时间 骑牛家长们站在村口大喊 小胖子 快回来吃饭了 该回家了 你和淘宝宝们 听见父母的虎怪 依依不舍地告别小伙伴 各回各家 各找各马 多么像我们记忆中的童年啊 关注我 继续带您探索 这奇妙而有趣的动物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